5米82低跳 漂亮 新的全国纪录 凭了全国纪录 打表巴黎奥运会 老江姚杰33岁 为自己34岁的奥运之旅 打开了大门 个人最好成绩 凭全国纪录 圆梦杭州 在大莲花前堂枪盘 飞在莲花顶上 今天晚上 佛光加持 老江姚杰 33岁 历史上 征战最长时间的 中国称杆挑高老江 掌声给到他 向老江致敬 向旗帜之敬 向旗手致敬 摇野威武 33岁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男子 称杆跳高的选手 称到这个年纪 在这个时候 打开巴黎大门 姚杰 让香榭丽舍的风 送你拂过巴黎的干顶 明年我们在塞纳河畔见 全新修建的 巴黎国际奥林匹克地狱中心 再次喜迎中国国家跳高队 中国国家撑杆跳高队的 各位选手们 现在第一位已经就位 今天姚杰已经是 可以成功收官 结束自己的比赛了 而中涛在巴尔这个高度上 凭全国记录的高度上 还有两条 在薛长瑞退役之后 现役的国家队的选手当中 终于有一位 凭了全国记录 5米82 也是今年亚洲的最好成绩 我们下期见